市場門口和民眾打招呼 民進黨臺北市立委參選人吳怡農 週六一早來到邊疆市場向選民敗票 衝刺陸戰同時也在提出 松山機場遷移政見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2015年 就表態過支持松山機場的遷移 那臺北市的準市長蔣萬恩 也在今年9月接受採訪的時候 表示應該來討論 松山機場遷移後 這塊土地的利用方式 王議員針對松山機場議題 不斷的攻擊 不願意遷什麼都是理由 不只搬出後友宜 蔣萬恩支持自己的立場 就連松址部關係到總統專機撤僑計畫 吳怡農也強調應該取捨 遷移才會符合最大利益 請國防部來幫吳怡農來補課一下 就是在這個軍用機場的部分 你談到松山機場遷建 然後完全沒有提軍用機場 那這個好像是不是 吳怡農先生不知道他是一個 軍民兩用的機場 自詩是國安專家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 是不是他也應該去跟邱國震部長去討論一下 這樣子也順便讓邱國震部長能夠認識吳怡農先生 不甩吳怡農端出牛肉 王橫威炮火全開 連連猛攻 但是曾遭中國監禁五年的李明哲表示 關押期間被迫收看中國官媒節目海峽兩岸 而王橫威正是固定的首邀來賓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政治人物在國際媒體上面 點低我們的國歌 在我們總統府的網站也曾經提出就是領導人 但是都沒有人在做批評 那他當然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藍綸持續隔空攻防 從機場政見到兩岸議題都是交鋒戰場 反而新聞全站張傑 江原文 台北報導